华尔街收盘终身响亮 美股一整天狂欢 投资人气氛一片看好 和以往不同 因为 美国前总统川普胜选二度入主 白宫激励川普交易 四大指数全面收红 道琼和标普五百双双创新高 上演狂飙一千五百点的庆祝行情 堪称历史性时刻 而其中特斯拉股价大大受惠 一口气上涨近百分之十五 另外和川普政策有关的石化 传统汽车股票也静扬 反观比较倾向民主党的再生能源股票 纷纷下挫收黑 而亚洲股市周四开盘震荡 包括上海深圳股市下跌 日经指数和南韩Kospi 也都呈现震荡 涨跌互鉴 另外即便欧股开盘稍涨 其中绿能汽车产业等纷纷下挫 美国以外股市大多跌多 涨少 不过美国人似乎看好前景 选举不确定性解除后 美债欲抛售潮 美元持续强劲 但川普过去主打贸易战 引堪忧 金价暴跌也推高国际油价 这回选战川普积极拉票 一改过往对虚拟货币的负面评价 比特币也在选后飙涨一度最高到七万五千美元 TVB的新闻读道 而且再次 准备 然后再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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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